中美美原名中雨生 2020年的时候 因为在短视频平台 发布自己模仿老师的视频 走红网络 短短一个月的时间 涨粉百万 粉丝一度突破了400万 当时的她只有13岁 还是一名初中生 中美美模仿老师的视频 经典又搞笑 引起了观众共鸣的同时 引的人捧腹大笑 人们被这个古灵精怪的小孩 感叹她的表现力和创意 其实表面古灵精怪 没心没肺的中美美 心路历程很丰富 走红那一年 中美美为GQ杂志拍摄封面 在GQ的问卷中填写 痛苦不分深浅登上热搜榜 人们对于这个孩子的深沉感到惊讶 在2020年走红之后 中美美获得了大量的关注和邀约 各种商演代言也都纷纷找上门来 甚至还有经纪公司 为她准备了经纪人和团队 想让她加盟 并开出了高达百万的条件 出出茅庐的中美美差一点就动心了 是母亲及时制止了她 眼前的风光 对于他们这样的普通家庭来说 的确极具诱惑 但年轻人的潜力是无限的 如果仅仅因为现在的走红 就将自己的发展路线局限在进公司当网红上面 那孩子的未来就失去了发展空间 最终中美美的母亲劝说她放弃了 1500多万的签约费的诱惑 坚持完成学业 只有学习才能看到更加广阔的世界 中美美的亲戚打脸了整个网红圈 也是在2020年 中美美下架了自己模仿老师的众多视频 并宣布自己要以学业为重 专心学习 很多喜欢中美美的粉丝表示理解 毕竟那时候的中美美 连9年义务教育都还没有完成 抛开网红身份 回归到校园的中美美 对学习更加重视了 她在2020年的时候向记者表示 自己想考入哈尔滨三中 那是黑龙江省级重点中学 为了达到这个目标 中美美每天抓紧时间去做题 每天做一套往年的模拟卷 晚上7点半放学后 回到家会学到12点 她说这样做题的速度也越来越快 有志者事进成 中美美终于成功进入了自己心仪的学校 成为高中生的中美美 受到了来自学校同学的关注 大家对于这个小小年纪 就走红网络的校友非常好奇 有时候甚至会假装路过她的教室 只为了看看这个小网红 但中美美并没受到过多的影响 因为她明白 这种热度很快就会过去 而且自己还有更多重要的事情操心 曾经想考入北京电影学院的中美美 发生了转变 还是要在学习的基础上工作 未来我想把演戏当成一个副业 因为我什么都想去学 在采访中有人问她 如果将演员学生 网红这三个身份排序 她会怎么排 中美美说 学生一定是第一位 进入高中后的中美美 似乎更加成熟了 目前正在准备考雅思 进入哈三中国际部之后 除文化课之外 我也会选修其他课程 比如西餐礼仪 英语阅读等 她意识到了学习的重要性 并不轻易被利益诱惑 而是坚定地选择了 更加长远的道路 但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2022年中美美宣布付出 不仅如此 她还参加了电影 人生大事的演出和综艺节目 对于拍摄电影的经历 中美美表示 拍电影还挺过瘾的 我都没演够 看上去 中美美对拍电影这件事情 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但她对于剧组的环境 有点犯难 演戏的人很多 我平常拍视频 自己就完全可以搞定 拍戏时周围站了很多人 有时候没有办法 带入到那个角色里面去 但是我自己拍视频 能瞬间把眼前的人 全部清空 整个投入在角色中 感谢观看